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民众党提出了四项改革主张 要求蓝绿回应之后再决定支持谁 对此有台湾学者分析称 面对当前台立法机构 蓝绿白都不过半的局面 未来三方究竟会怎样静和 有待观察 一起来看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民众党召开记者会 提出台立法机构改革的四个主张 要求蓝绿两党回应后再决定支持对象 包含建立听证调查制度 强化人士同意权审查 强化民代利益回避规范 以及经费使用公开透明 民主党强调 对于改革的态度决定了同谁合作 对的事情我们可以跟任何政党合作 改革的蓝图 具体的回答我们所提出来的这四个承诺 你的答案是什么 接受还是不接受 对此蓝绿两党纷纷做出回应 国民党方面表示 改革是国民党一定会坚持的道路 如果可以同民众党组成在业联盟 也是发挥监督力量的方式 赵少康也回应称 在民众党的四项改革基础上 也该把改革推向各县市 大方向我们的支持 我们希望跟民众党组成 在业联盟来监督 国民党会以民意为依规 持续强化监督力的力道 改革 我们会走自己的道路 而针对民众党提出改革中 有一项特别点名 蔡英文曾经公开承诺 要推动听证调查权 却到现在都没有看见任何实际行动 批评这完全是张空头支票 民进党方面回应称 这完全是在制造假议题 以后民进党人士表示 民众党过去有和民进党合作 期待可以延续这样的惯例 重点还是在未来怎么形成 这样的一个谈判沟通的管道 而不是现在就用放话的方式 这样反而也是 比较不恰当未来的合作 过去民进党在立法院 就有跟在野党合作的经验 未来希望民众党能保持 开放投票的惯例 对于未来三党如何合作 有台学者分析称 蓝绿两党如果想要拉拢民众党 可以靠协助民众党 进入台湾行政部门 担任职位的方式 要跟民众党取得合作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也就是让这个民众党的人士 能够进到这个行政部门 来担任部会的首长 此外 以后学者分析称 由于民进党得票率只有四成 在台立法机构 尤其是两岸政策和核能议题 等具体领域 在野党还有很大的合作制衡空间 面对下一届台湾立法机构 三党不过半的局面 获得了八位习次的民众党 自然成了关键少数 对此有台媒就分析称 虽然白色力量看似有了 可以同蓝绿叫板的筹码 但是毕竟自家推出的民代 大多数都还是政治素人 且蓝绿两党也绝非任人摆布 因此一旦出现政策反复 很容易被看破手脚 失去民众的信任 究竟是蓝白河还是绿白河 能否坚定地推动自己的改革政策 都要求民众党给出明确的答案 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